意大利最长的河流 波河横跨北部地区 曾经细水长流 如今却干枯到裸露出大片泥地 对农业灌溉至关重要的波河 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一 冲击价值约30亿欧元的农作物 为了缓解缺水危机 米兰市长25号签署法令 不仅关闭喷泉 限制当地的公共用水 还规定室内冷气温度 并鼓励大家在家节约用水 许多邻近城市也跟进 尽管干旱是罪魁祸首 但意大利的水利基础设施 大多老旧不堪 维护不善 每年损失约四成以上的水 政府在制定措施时 或许该从更广泛的角度考量 大爱新闻陈彦荣编译